弟兄姐妹们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 祂赐福给我们 我们可以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我们继续圣经历史序列的学习 前面我们讲过四世纪 我们讲过所罗门王 南北国时期 和七十年贝鲁十字的盼望 今天我们要讲 贝鲁之后的以色列民的回归 经文是《尼西米纪》第四章 第七到二十三节 重修毁坏的强原 第七节 参巴拉多比亚 参巴拉是撒玛利亚人的代表 多比亚是亚曼人的代表 他们和阿拉伯人亚曼人等等 当时都是以色列民的仇敌 好 让我们一起来读读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们请 参巴拉 多比亚 阿拉伯人 亚曼人 亚斯图人 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 左手进行阻塞破裂的地方 就胜发怒 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 使城内老乱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 又因他们的缘故 就派人看守 昼夜防备 犹太人说 灰土善多 台干的人戾气已经衰败 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 我们的敌人且说 趁他们不知不见 我们进入他们中间 杀他们 使工作止住 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 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 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 所以我使百姓各岸宗族 拿刀 拿枪 拿弓 站在城墙后面低洼的空处 我查看了 就起来对贵胄 官长和其余的人说 不要怕他们 但纪念主是道而可为的 你们要为弟兄 儿女 妻子 家产 征战 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 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 就不上来了 我们各做各的工 从那日起 我的仆人一半做工 一半拿枪 拿盾牌 拿弓 穿铠甲 官长都站在犹带众人的后面 修造城墙的 堂盖材料的都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修造的人都腰间 配刀修造 吹脚的人在我旁边 我对贵胄 官长和其余的人说 这功臣浩大 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 你们听见脚伸在哪里 就聚集到那里去 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 于是我们做工 一半拿兵器 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那时 我又对百姓说 个人和他的仆人 当在耶路撒冷住宿 好在夜间保守我们 白昼做工 这样我和弟兄 仆人 并跟从我的护兵 都不脱衣服 出去打水 也带着兵器 好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创造天地的主 爱我们的天父 谢谢你 谢谢你赐福我们 赐个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 来学习你的话语 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 打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所说的 所听的 都得你的造就 祈求圣灵 亲自运行在我们的心中 对我们说话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命祷告 阿们 好 弟兄姐妹们 我们前面讲到了 七十年贝鲁的时间 在南北国时期 北国在公元前722年 被亚述帝国所灭 南国犹大 也在586年 公元前586年 被巴比伦所灭 当尼布贾尼撒攻陷 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一共掠掠了 犹他人 共4600人 到巴比伦去 那么分别是在 尼布贾尼撒第7年 18年和22年 掠去的 经过了70年以后 也就是神所定的 以色列人民 被鲁的时间满足之后 神感动了 波斯王古列的心 让他允许以色列人 回到 迦南 那么这个回去 也是经历了 三次的回归 每一次回归 所带领的人物 不一样 每一次回归的重点 也不一样 但是这三次回归 分别有连续性 他们的内容 也逐次递增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以色列人信仰 重建的一个过程 在公元前538年 由索罗巴伯 带领了四万多人回归 那么目的是建造圣殿 弟兄姐妹们 索罗巴伯的名字 记录在耶稣的家谱当中 他是大卫的后代 也是耶稣的先祖 索罗巴伯在 因为他的这样一个 纯正的这样一个血统 所以 在这次回归 主要是为以色列人 在组织上 做了一个很好的准备 那么 他的重点 是重建圣殿 重建圣殿的过程 非常漫长 一共将近20年 才最后完成 其后大概过了将近60年的时间 神医又兴起了另外一个 亚伦的祭司 亚伦祭司的后代 名字叫 以色拉 以色拉文士 回归之后 重办律法 建立 以色列人的信仰 在这之后 大概又过了15年 尼西米 带领 一小部分人回归 他的 侍奉的重点是 建造成墙 建造成墙的时间 非常短暂 总共只有52天 所以我们看见 神 兴起了 他的仆人 神更是感动了 这些波士王的心 让以色列人回来 在这样一个一次又一次 不断递进的过程当中 将以色列人 带回到他自己的身边 所以在这样的 一百年的过程当中 犹太人的信仰重现 充满了艰辛 那么同样 圣殿的建设 也是曲曲折折 在以色拉纪第一章 告诉我们 波士王基鲁士 就是我们翻译成 波士王鼓励 元年 神感动他的心 下召全国 为他在耶路撒冷 建造圣殿 这时候回归的是 四万两千三百六十名 弟兄姐妹们 三次被掳的人口 总共将近是四千 六百名 那么这第一次回归 就是有四万多人 我们看见以色列民在被掳的地方 受到了神的恩典 他们人口增加 并且在那里安置家业 四万多人 只是他们回归的一部分 并不是全部 那么如果我们看 以色帖记的时候 那么就有剩下的人 继续在那里蒙受神的恩典 蒙受神的护卫 这次回归 也把尼布贾尼萨当时 从圣殿里拿去的精英器皿 也一并带回来 当 众民建造圣殿 立定耶和华根基的时候 在 以色拉记 第三章 我们看见 有这样一些 美好的记录 这样人立耶和华根基的时候 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 祭司接窗礼服吹号 亚萨的子孙立伟人 敲驳 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力 都战利 战美耶和华 他们彼此唱和 战美称谢耶和华 他们战美耶和华的时候 众民大声欢呼 因耶和华殿的根基 已经立定 然而 有许多祭司立伟人主长 就是听见旧殿的老年人 现在亲眼看见 这殿的根基 便大声 哭号 也有人大声 欢呼 甚至百姓 不能够分辨 欢呼的声音 哭号的声音 因为众人 大声呼唤 声音 传到远处 圣殿被毁 这时候 见过圣殿的人 亲眼看见 圣殿的根基 被立 真是百感交集 年轻的人 看见圣殿被立 都心中欢喜 老年人看见 这样的一个对比 就不禁 伤然泪下 哭喊 在神的面前 所以这样一个场面 我们真是 看见了 非常的一个感人 又是哭号 又是欢呼 神的殿 在这时候 立下了干击 但是还没有完全 这个建完的时候 在亚哈水鲁王时候 在亚达学习王之间 弟兄姐妹 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尼西敏所带的年代 也是 是亚达学习王 那是亚达学习王二世 在这一段时间内 神长书记和各异族的人 他们就上本控告 犹大居民 反叛悲逆 他们说 你看这些犹大人 他们回来 他们要重新修建 那么 他们这样一个修建 让他们能够团结在一起 可是这些名是什么 是反叛的名 如果你们查考历史 就知道 以色列名是反叛的民主 如果他们建造了 圣殿建造了城墙 那么就死亡亏损了 所以当时的亚达学习王 查看历史 发现果然 以色列的民族 有背叛王的历史 然后就下定 下令 圣殿停止建造 这一天就停了16年 一直到了波士王 大流氏的第二年 我们再看 以色列记第五章 第一节 那时 先知亚该和 异多的孙子 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的民 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 说劝勉的话 于是撒拉提的儿子 索罗巴伯 和约撒达的儿子 耶稣亚都起来 动手建造 耶路撒冷神的殿 有神的先知在那里 帮助我们 帮助他们 弟兄姐妹们 当有王的命令 不能够建造 所以中间就停工了 那么很多人呢 既然不能够建造了 就去修造自己的房屋了 所以 先知亚该 在他的先知书 亚该书第一章第四节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殿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子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经文 那么这句经文 也时时感动了历世历代的圣徒 他们不但建造自己的房子 更是要建造神的教会 神的殿 这句话 在当时就成为 先知对以色列民 众名的 这样一个 带领的话语 所以 以色列民 听了先知的话 听了 撒加利亚的话 他们就起来 修建成墙 但是当他修建成墙的时候 弟兄姐妹 因为王前面有命令 是什么 是终止修建 这时候又有人出来了 说你们要反叛吗 我们看见是神兴起的工作 神必定会保守 所以这时候 以色列民就自己上书 当时的博士王 说 请你查考历史 看看 在历史的典单当中 有没有王亲自颁布修建 耶路撒人神殿 结果他们查考波士王的时候 有颁招修建成墙 所以 在大流士王的时候 神的殿又重新开始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很有意思的 一个诏书是 大力物王 大力物王就是 现在大家翻译成大流士王 在 以色拉纪第六章 第七节说 不要阻拦圣殿的工作 任凭犹大人的神长和 犹大人的长老 在原处建造神的殿 我又这样子 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 为这建造神的殿 当怎样行 就从何期的款项当中 寄书 剥取 共赢 做他们的经费 免得耽误工作 他们不但是同意 而且从国库当中 来支持圣殿的工作 他们与天上的神 献番祭所需的 供牛毒公 绵羊 绵羊羔 所用的麦子盐酒 都要照耶路撒人 祭司的话 每日供给他们 不得有物 好叫他们献奉香 新香的祭给天上的神 又为王和众子的寿命祈祷 神感动他们的心 就开始修炼 这个城墙 圣殿 那么 在 经过了 又过了这个 四五年的时间 终于圣殿 修筑完成 那我们看 这个圣殿完成了以后 大利物王第六年 亚达月初三 这殿就修成了 然后他们 这个 举行了 献殿的 典礼 圣殿建设以后 弟兄姐妹们 那么我们看见 以色列民的信仰 并没有因着圣殿 能够建立起来 建立一个有形的圣殿 是容易的 但是要重新建设 以色列民心中的圣殿 却是一个漫长 一个过程 所以神在 经过了将近六十年 以色列民这样一个 信仰的徘徊的过程以后 神兴起了另外一个人 他就是 大祭司亚人的后裔 叫做 以色拉 那么以色拉呢 他装心考察 耶和华的律法 我们看到 以色拉记第六章 王允许他一切所求的 是因为耶和华的手 帮助他 以色拉 他定义查考 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典章 利律 教训 以色列人 所以神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特别兴起了一个 能够教导 以色列民 众民 能够将他的信仰 带回 神的律法当中的人 这人就是以色拉 并且当他回归的时候 他在神的面前蒙恩 所以他所做的事情 也尽都顺利 他回到了 耶和华人 崇拜了律法 教训了百姓 并且 带领众民 向神献祭 弟兄姐妹们 在当时的 这个属灵的光景当中 有一件事情 是非常 需要以色列民 来处理的 大家知道 但这些回归的 这个犹太人 他们在 波斯地的时候 他们做生意 他们经营厂业 所以他们 非常的富有 他们回归的人 也带着他们的财富 但是犹太人 在那时候 他们 只是在他们的 同族当中 同婚 但他们一回到了 犹太地的时候 那时候 犹太地 我们刚才看了 有撒玛利亚人 有亚门人 等等 一看到这些 原来的异族 在信仰不坚定的时候 这些 甚至是祭司 以色列民 甚至是祭司 甚至是立位人 他们在信仰上 就出现了差错 那么弟兄姐妹们 首先我们可以想象 他们犯了什么错误 一个人自己有钱 回到了原来的一个地方 看到了当地 这些异族的女子 年轻 漂亮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就像我们现在的 这样一个社会里 所以有的人就 抛弃了原来的妻子 有的人就忘记了 神的诫命 就与年轻的 这些外族的女子通婚 如果我们是在看 这个马拉基书 当中 就有这样一个 明确的 更多的这些记载 那么以色拉回来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处理 当地的祭司 立位人 以色列民 这样一个 杂魂的现象 好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读 以色拉记第九章 以色列民和祭司 并立位人 没有离觉 迦南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耶布什人 亚门人 摩亚人 埃及人 亚摩利人 能效法这些民的 行可真的事 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女 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 以致圣洁的种类 和这些国的民混杂 而且首领和官长 在这世上为罪魁 所以以色拉就 告诉众民 说我们当时最强盛的时候 就是 所罗门王的时候 所罗门王最后取了这么多的兵妃 以致他跟随了这些别国的人 去拜偶像 导致了以色列国衰败 所以你们还到现在 不再吸取教训吗 以色拉让众人在神面前认罪 休期 离开他们和外族人所生的儿子 否则就抄他们的家 让他们把他们赶出会谈 经过这样一个洁净的离世 神的愤怒才离开以色列民 那么 我们看见经过了重建圣殿 重办律法 但以色列民的境况 确实仍然处在很危机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处在外族的包围当中 处在外族的攻击当中 这时候 有一个以色列民 他在王面前蒙恩 成为王的九镇 他叫尼西米 当他 听到以色列民 向他汇报 在以色列犹太地的光景的时候 他 他听说 耶路撒冷的城墙 被这些外邦的人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他们攻击在耶路撒冷的居民 所以这些居民 不能够在耶路撒冷居住 都散到周围的各个地方去 那么 这些 在耶路撒冷和周围的犹太民 他们的生命也很软弱 他们也没有能够奉行 十一奉献 所以 祭司所收到的奉献很少 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 他们去自顾自 去谋取生路 自顾自 去 经营他们的田厂 那么 许多的 犹太人 他们的内部 由于有的人不能够 经营 所以 他们就向富有的 犹太人来借贷 当借钱的时候呢 犹太人 内部的人 就向自己的弟兄取利 而且这个利息收得很高 以至这些人不能够偿还 不能偿还 最后呢 就让自己的儿子 变为 犹太人 内部人的奴隶 女儿就成为仆贝 所以 犹太人内部的这样一个 关系 也非常的紧张 那么同样 砸昏的线上 静而不止 这个就是 以色列民当时的 整个的光景 当 尼西米听到这些 犹太人的 情况的时候 他内心非常的 三痛 非常的痛苦 他就在神面前祷告 祈求 这时候 神垂听了他的祷告 亚达学习王二世 恩待他 让他重新回到了耶路撒冷 修建城墙 那么 并且 让他一路通行 还 为他预备修建城墙的 各样的材料 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和官长 归咒们一起 他对他们说 我们所遭的难 耶路撒冷 怎样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 你们都看见 来吧 让我们重建 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再受凌路 弟兄姐妹们 我们看见 几个王都颁布命令 要重建 圣殿 重办律法 但是 王的命令 只是提供了一个 外部的环境 以色列明的 这个 属灵的光景 却是反反复复 甚至 不进而退 我们看见 修造 有形的圣殿 是容易的 但是修造 心中的圣殿 是难的 并且 我们更加看见 单纯修造圣殿 是不够的 更是要有 强缘的保护 如果没有 坚强的 城墙的保护 在这些破口当中 敌人的攻击 就通过破口 直接 攻取圣殿 所以圣殿 也不能够完好 因此 重建 圣殿 重斑 律法 重建 城墙 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重建 城墙 是整个信仰 重建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弟兄姐妹们 我们经常请人来到教会 让他们信主 但他们信主的时候 就好比 在耶路撒冷 在他们的心中 建立了一座圣殿 那么 他们读神的话语 就好比 以色拉 在 颁布律法 信了主 只读神的话语 难道就够了吗 难道就有丰盛的生命吗 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知道 这些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生活在教会里 生活在小组当中 我们定期来聚会 领受神的话语 在弟兄姐妹的关爱当中 不断地成长 如果遇到攻击 我们可以相互扶持 我们要来学习侍奉 我们要装备门徒 我们要十一奉献 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只有这一个又一样 一样又一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能够坚守住 就像 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建造了一个坚固的城墙一样 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免受 各样的攻击 唯有这样 就是有各样的攻击 我们才能够抵挡得住 我们才能够保护好 我们的圣殿 因此 建造圣殿 不但是以色列民重建 过程当中的重要一环 不可缺少的一环 弟兄姐妹们 也是我们生命当中 不可缺少的一环 我们教会当中的建设 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我们 有这样美好的教堂 我们可以每时定时 来听神的话语 但是 我们还有在教会当中 各样的事工 我们必须每一个到位 才能够建造一个 坚强的神的家庭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意识 我们任凭我们自己的 这样一个血气 或者我们自己这样一个努力 也许我们经历很长的时间 我们都不能够建设 就像这样一个 以色列人重建信仰的过程 遥遥百年 建设圣殿 历史十六年 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可是却不能见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功效 但是如果我们在主内重置成城 我们就可以一气呵成 将圣殿建造 就像 尼西米建造城墙一样 那么 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读以色列记第三章 尼西米记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非常繁琐的 会在非常单调的这样一个记录 讲大祭司 随随随起来建造了阳门 分别卫生 安门 立门上 又是营将 随随随建造了什么 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的人 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儿 一起建造了哪一段 然后又有立位人 随随随建造了一段 还有 营将和商人建造了一段 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觉得单调 或者立位记 我们都会觉得单调 但是 如果我们安下心来 静静地读的时候 我们会突然看见 神给我们一些亮光 这些不同的人 他们看见 在他们的面前一段破口 他们就被兴起 他们来建造 他们所看见的破口 当众民都来建造 神的城墙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众志成成就把 一个完整的城墙 给建设起来了 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教会里也是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不同的看见 有属灵的看见 那么当我们看见 这些破口的时候 神就把一个 要建造破口的心 放在了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能够 回应神的护照 我们被神所兴起 就像当时的 你西米记所记载的众民一样 他们在看见的破口当中 他们就兴起 他们建造 弟兄姐妹们 建造城墙 比建造圣殿 任务更加艰巨 挑战也更大 他们的挑战有什么 有内忧 有外患 看一下外敌 怎么样说 首先他们是恐吓 恐吓他们 你们要反叛神吗 你们要反叛王吗 他们看到他 修建了一半的时候 就恼怒 然后就死笑 说这些人 软弱的犹太人 建造的 就是狐狸跳上去 也要吃到 再看到他们 这个以色列民 有防备 所以他们就什么 就要图谋来攻击 耶路撒人 要杀犹太人 让他们工作停止 当他们看见 这个犹太人自己 武装自己的时候 一手拿 兵器 一手 做工的时候 他们又 一次又一次 四次 五次 这个写信给 女性命记 说来来来 我们到某一个村庄 里去聚会 女性命看穿了 他们的轨迹 是要谋害 女性命 所以 断然拒绝 内患 很多人有害怕 刚才我们读到的今晚 有人说 哎呀 台干的戾气衰败了 我们不能够 不能建造城墙了 那么 内部也有人 我们又要做工 可是呢 我们的兄弟 向我们取利 我们这个 财力上不够 那么 尼西米就 让众人在一起 宣读神的律法 让众人能够 相互周记 前两 免去利息 使他们不再有 后顾之忧 那么也有的 内部的人受了会买 跟这个尼西米说 哎呀 情况这么危急 算了 算了 不要出去 再见了 躲在圣殿里吧 保全性命 所以 尼西米 是一个 优异的组织者 是一个优异的管理者 和执行者 他乱咒鸣 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弟兄姐妹们 不要认为 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是在那时候 特殊的实力 不是的 其实在每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都会受到攻击的 我记得我在国内 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那一个 一个一个 我们的这个 处长 我们的师长 后来他就跟我们说 哎呀 他说我们现在工作 真是难啊 我一般要做工作 一般还拿到盾牌 是这样的 每一个地方 其实都是这样的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完成神的工作 我们就 接受 魔鬼对我们的挑战 这个挑战 是来自于各处的 尼西米 指导了这个挑战 组织者民 抵达了这个挑战 但是神的工作 没有耽误 52天 就把证件修件完成了 这是一个这样的 一个奇迹 外邦人听见 城墙修件 便惧怕愁眉不张 因为这工作完成 是出乎我们的神 好 圣殿建好了 城墙修好了 尼西米没有停在这里 他更是进行了 属灵上的重建 和属灵上的改革 他把以色列民 分开扳赤 看守 把守 看护 城门 城墙 同时 又请以色拉 重读律法 让众民 守住蓬节 又让以色列民 认罪 在合约上签字 要遵守神的律法 那时候很多人在安息日 做交易 尼西米 就让他们把城门关闭 这些人就在城墙外面做交易 尼西米说 请你们离开 如果你再将这个货物 当到城外 我就要法办你 因为后来尼西米又做了 犹太尔的神长 十二年 所以这些人就离开 然后 让每人捐献 银两给圣殿 并且遵守 十一奉献 原来跑到 这个 作为居住的人 尼西米 按照十分之一抽签 让其他人回来 十分之一的人 又回到圣殿居住 原来的首领 也住在耶路撒冷 然后 他们奉献圣殿的礼 同时 建立 重建 在圣殿里的福祉 师班重新按班次 来赞美神 中间有的雅门人 跟他们断绝 立位人 歌唱的人 重新来供职 说安息日 那么 后面还有 尼西米记 十二章 当有 十三章 当看见有的人 还继续来 碰昏的时候 尼西米 就责备 斥责他们 咒诅他们 打了他们几个人 拔下他们的头发 叫他们 指着神 起戏 并不将自己的 女儿 嫁给外邦的儿子 也不将自己儿子和女儿 娶他们的 自己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如果不听从 我就将他们赶出去 弟兄姐妹们 我们现在来到教会 不用担心被折打 更不用担心 被拔了头发 但是神在那个时候 就兴起了一个 非常意志坚强 会管理的人 尼西米 他用特殊的手段 将以色列民 从重罪当中 拉回到 神的律法当中 这是一个特殊的 这样一个时期 被神兴起的人 那么我们在看到 历史的历代当中 神也兴起很多 其他的人 在经历了千年的 这个中世纪的 这样一个历史时候 神兴起了一个人 叫做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是 一致非常坚强的 他要用一己之力 来对抗 整个天主教的 这样一个 原来的 整个组织和形式 所以 神兴起他 这样一个 内心坚强的人 打开一个缺口 让 这样一个新教 能够建立起来 但是神后面 接着又兴起了一个 思路非常证密的 能够在神的 这样一个 话语当中 能够闯讲 建造众人的 那个就是家尔文 所以我们很感谢神 神 在不同的时间 兴起了 不同的 祂的属生的子民 好 弟兄姐妹们 讲到这里 那么 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 那么 我们的城墙 在哪里 我们的破口 在哪里 一个民族是这样的 一个人 也是这样的 难道我们的信仰 是四面漏风的吗 难道我们的信仰 是四为漏水的吗 雅各苏第一章 第四节说 你们落在 百般的四点当中 就要有大喜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欠缺 我们的信仰 不单单纯 是有一个圣殿 不单纯 是有神的话语 我们更是 需要有一个 神的城墙 来将自己 坚固地保住起来 抵挡 各样的攻击 我们看 在圣经当中 神历史历大的仆人 他们不但有坚定的信仰 他们更是办事精明 无邪可及 比如保罗 新约中的保罗 比方说 旧约当中的 约瑟 摩西 大卫 宰相 当一里 莫迪盖 他们都是 在神面前尽忠 更是在世人面前办事 无可挑剔的人 如果 如果我们 不在神面前 尽我们的责任 建造 我们的城墙 我们认为 我们信靠神 就可以无所作为 就可以听之认之 那我们就像 在旷野当中的 以色列民一样 因为他们惧怕 他们不去征战 所以他们最终 都死在了 旷野当中 只有那些 被神的意象所感动 愿意去流血 愿意去献出生命 去征战的人 最后 才真正地 赢得了 迦南美帝 所以 建造城墙 堵住泼口 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就要努力地像 耶利米 尼西米当中的 种民一样 他们从天亮 一直到心绪出现的时候 他们都是这样做工 弟兄姐妹们 大概在去年这时候 弟兄姐妹们都听到 我找工作的一个见证 神还恩大我 给我一份工作 但那份工作是 职位非常高的一个工作 对我的要求 也非常的高 但是 在那段时间 也正好是我家里 事情最忙的时间 我回国了三趟 苗哥也回去了一趟 所以 我在工作上 所做的努力 很难够达到 这份工作应该要求的 这样一个深度 那么 如果在 一个比较有爱的 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也许我们就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可是 如果在其他的一个环境当中 这又很可能就成为一个破口 成为以后的工作当中的 这样一个风险 经过了 等我把家里的事情 安排得比较 差不多了以后 我就专心地 来补足 我在工作上的 欠缺 我的 manager 也是跟我一样 是新过来的人 他很理解我 看到我的努力 看到我的 对工作当中的 成绩 也在各种的场合当中 来帮助 来建造我 但是 就在三个月之前 他走了 离开了单位 那么 我在工作当中的 这样一个 reputation 就重新归零 后来 在跟周围的人 这些交通当中 我就发觉自己处在一个 非常特殊的 这样一个困境当中 有的人就说 你是不是该找工作走了 但是我在主内祷告 当时我 我站在台上 来做这个见证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给了我很多的 赞生 当我走到 山班的路上的时候 我深深地 在神面前 痛悔 我真正感觉到了 我个人并不算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我是个基督徒 我没有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那种 山岗 比我自己 不能做好一件事情 更深 更痛 所以我说 不 我愿意在 工作 单位当中 我希望能够再找一份工作 或者内部调换 我要来证明 我能够为神来做见证 但是后面 他们商谈的结果是 说HR没有这样一个行李 所以我就知道 神是 要让我 重新来寻找 新的一个份工作 回到家当中 我把家人叫在一起 两个女儿 坐在我跟前 我打开了 哈巴古树 跟他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虽然五花果树不发望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 不出粮食 圈中 绝了羊 棚内 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祂是我的脚 快如牡蛮的蹄 牡鹿的蹄 又使我 稳行在高处 当我读这些话语的时候 我看到 女儿的眼眶 都红润了 我说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会经历这些难处 但是神 是我们最终的依靠 是我们坚固的磐石 也许你们也会 经历这样的难处 但是不要担心 信靠它 你们相信 我们在家里 在神的家中 在我们的家中 我们也会 一起 来祷告 我们来见证 神对我们的带领 在那段时间当中 我很喜欢一些歌曲 一首歌曲是 就是转回 倘若我今天跌倒 恳求你 扶起引导 切莫任我偏行 容我干应 这是我真心祈祷 倘若我明天骄傲 以致我迷失方向 求你怜悯管教 切莫放弃 使我转回你怀抱 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 好让我在你的爱中 得见招 求你不要叫你的 信实废弃 以你是我唯一的依靠 我必回应你的呼召 因为我知道 你爱我多少 我唱恋我欲尽 若不压甘烂成招 他就不能够成油 若不练纳达成高 他就不成芬芳 当我唱到 如荫展翅上腾的时候 敬拜当中的话语 深深地帮助了我 每当环境的冲击 像海啸一样临到的时候 你要将眼目 当当注视耶和华 因为这正是神的 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 你要等候 因为神将 会将得胜的意念 加在你心中 你要长次 因为神 会将机会摆在你面前 唯有祂带领你飞跃放暴 重新翱翔 主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帮助 是我的避难所 靠着它 我不再害怕 我就看见神在帮助我 让我在各样各式面试的准备当中 堵住我各样的破口 让我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引领我帮助我 当我得到一个个面试的机会 当我得到一个个offer的时候 我就在神面前说 神啊 愿我以后不再做 找到工作的见证 让我以后再给你做 在工作中荣耀你的见证 弟兄姐妹们 神通过加尔文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认识到 工作 是我们的呼召 我们在神面前 来服侍他 工作就是一个 服侍的方式 我们基督徒 不但不应该 在工作当中落下 我们更应该相信 有神的智慧 能力 帮助 和在神里面的自由 以及在圣灵当中 所赐给我们的灵感 我们能够比世界上的人 做得更好 我们看见 自从宗教改革以后 在职场上 处处看见 坚定信仰神的人 他们在神的带领下 荣耀了神的名 我们看见诺贝尔得 获得者 他们有百分之九十多 都是信仰基督教的 我们看见最好的音乐家 像贝多芬 巴赫 他们是基督徒 最好的学者是基督徒 像牛顿 像亚当斯密 最好的政治家 是基督徒 像华盛顿 最好的体育明星 也是基督徒 像张德培 林宋豪 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信仰 不当是在教会当中 我们的信仰 也是在社会当中 我们社会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途径 我们来宣扬神 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愿我们在神面前敬重 愿我们在神面前得自由 我们更是在神里面 得到属天的灵感 能够将我们的工作做好 来荣耀神 来见证神 阿们 阿们 感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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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